今天台股盤中一度大漲了921點 再度創下了歷史新紀錄 我知道你很急著去買 但是先等等 因為在這禮拜五還會有大事要發生 我是愛希是因為我幫你賺到漲評 我是股市貴公子 鍾坤真 好帥喔 紅色小 各位同志編號我是分記士鍾坤真 今天是8月6號星期二 台股市大漲了670點 盤中一度大漲到了921點 單日漲點再度創下歷史新紀錄 這幾天一直在見證歷史 是不是 好那我知道说在这个时间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在目前的盘市到底是指稳了 还是还有风险 我这样先跟大家讲 目前台股它还有风险 而且就在这礼拜五 它有什么样的风险 现在到底能不能去买股票 等一下我们再来细讲 那其实说我在昨天的早上八点半 我就特别强调了 如果说以台股来讲 你说大盘集谍到底该买什么 很简单最简单最无脑的 就是去买台积电 有没有 台积电今天差一档 亮灯赏停板 其实我觉得说当大盘在急跌 当大盘出现一些非理性的下跌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跟广达 这些全部都是首选 那如果说你又再更保守 更保守一点 我就讲了 00919 929 939 940 随便你喜欢哪个数字 你把它买进去 稳的啦 那种一定都是稳的 今天也同步都大涨 所以其实说 昨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你先不去论 你说你都不懂总金没关系 总金什么的你都先不要看 你就去看一个简单的逻辑 单日下跌到了 单日跌停有800档 你觉得这有合理吗 单日跌停加速超过800档 这个比当时候疫情还夸张 你觉得这次的恐慌感 有比当时候发生疫情还要来的夸张吗 没有吧 是不是 当时真的是人心惶惶 你说有生命危险 卖股票变现合理 那这次有什么利空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利空 所以我就说 第一次说筹码的问题 融资余额嘛 昨天融资余额也是大幅度的下降到了182亿 这也是创下了历史上的新记录 真的每一笔数据都是历史记录 但是说撇除掉筹码跟融资的部分 我觉得说它整个市场的逻辑 大家还是要知道 我们先看一下 以今天加全指数来讲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 当大盘出现几点 一开始直稳反攻的第一天 应该说前几天 可能说前两到三天 一定是涨全值股 一定是涨垃圾盘 这没有问题 今天光是台积电的涨点 大概就贡献了500多点 将近600点 那台积电加上联发科 今天台股就涨50点而已 就50点 所以你说 今天其他除了全值股以外的股票 好像都不强 很正常啊 就像我讲的 大盘反攻的必经过程 一定要出现垃圾盘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今天的加全指数 今天加全指数 开低 一路的走高 其实你去看他那种 那他那个斜率你就会知道 这种斜率就叫做多杀多 好可能说 期货单 期货的强制平仓 选择权的强制平仓 融之余耳的强制平仓 这些都是 这种幅度就是多杀多 那接下来才是比较自然的 震荡走高 所以今天的台股表现非常的不错 那你看OTC 今天的OTC其实相对是比较弱一点 贵买指数 今天贵买指数还是跌的将近1% 那今天 跌停板的加速也不算少 今天跌停板加速也是有大概 50多加左右啦 4 50加左右 那今天贵买指数也是在破底 那再往稍微收一根下引线 那我就说 这就是一个过程 大盘直稳反攻的过程 好那我就说现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你要了解大盘的整个逻辑在哪里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说盘式的筹码面啦 或是说一些技术面 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辅助 你要去完整了解到说 现在市场到底在反映什么东西 来我们看指数喔 其实如果说以加权指数来讲 就像我跟大家强调的 这一段我们要分成两段来看 两段不是说冲头到尾都是同样的利空 没有这种事情 它是两段式的利空 所以我在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说 这一段 这一段下跌 从7月中 从7月中一直到上礼拜四 就一直到上礼拜四反弹 这一段叫做它在反映对于AI的疑虑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当时的Google 当时的微软 一公布财报大家就嫌了 你资本支出这么高 你能够变现吗 是吧 对于AI这一块的疑虑 但是因为说上礼拜的Meta 财报非常的好 那市场也开始买单 所以说市场对于财报利空 对于AI 对于AI的疑虑已经解除掉了 那结果 从上礼拜三过后 鲍尔宣布 鲍尔放出很鸽派的言论 这个时候市场就变成说 我在担心美国经济会衰退 有没有 这是一连串的逻辑 就是说上一次的逻辑 一直上一次的逻辑 从7月中一直到上礼拜四 已经解决掉了 AI有变现疑虑的逻辑解决掉了 那市场开始在反映新的逻辑 新的逻辑就叫做说 大家会担心美国经济会衰退吗 是不是 从上礼拜四开始 ISM制造业指数 优于市场预期 台股先跌1000点 一直在到上礼拜五 失业率高于预期 非农就业数据 低于市场预期 市场也解读 美国经济要衰退 昨天跌了1800点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这样去定调 可以这样去定调 这一波真正的利空 还是如果在市场会担心 经济会衰退 那既然经济会衰退 这两根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这两根 上礼拜五跟昨天的大概3000点 这3000点 它是来自于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疑虑 就这么简单 因为就像我讲的 有些是不是中东的问题 那你去看 就以黄金来讲 黄金并没有喷出 原油也没有喷出 这是原油也没有喷出 比特币 币险商品也没有喷出 这就证明说市场没有在担心这一块的疑虑 是不是 那就以日元来讲 日元其实它所造成的恐慌 或者说造成一些套利资金的解除 它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卖压 是吧 所以你看我昨天就跟大家说 只要经济数据稍微优于市场预期 大人化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疑虑 股市就会大涨 昨天ISM服务业指数不是高于市场预期吗 还在龙枯线之上 它就开始缓解市场对于经济衰退一律 今天台股马上大涨 包含像台积电有没有 台积电一度接近了涨停板 鸿海一度也是大涨 尾盘是收跌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 联发科 今天也是一度接近涨停板 都是差一挡 就直接挡到涨停板 好所以 你先了解到这个逻辑说 现在市场到底在干嘛 市场就是在反映 经济衰退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就跟大家说 现在的整个国际市场 它不是在跟你说什么 美国经济可能会衰退 它是已经认定你美国经济就是会衰退 你美国经济就是会衰退 所以我先反映了再说 因为只要说经济衰退 企业的获利就会被下修 企业获利被下修 它的订单就会被砍 那企业的获利被下修 它股价的合理价就会降低 没有错吧 所以先砍了再说 先卖了再说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你看 我昨天就跟大家说 如果我们从美债殖利率来看 你会更清楚这样子的逻辑 就是说市场它已经反映到 你美国确定就是会经济衰退 这是市场讲的 你确定就是会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之后怎么办 联准会一定会降息 那经济衰退的降息 就不是什么半码硬码 是直接去降到四到五码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说 我光从这一点我就知道 美债殖利率 美国十年起的美债殖利率 这样子的跌法 它绝对不可能是在反映什么 九月降息印码降息半码 它是在反映联准会降息四到五码 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会降息四到五码 因为美国经济要衰退 是吧 所以昨天有人在问说 美债需不需要先获利一趟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以长线来看 美国公债的价格跟殖利率 可能还会有低点 但是这个低点 它要建立在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码数 已经超过了五% 已经超过了五码 它才会再有低点 那以短线上来看 其实不论美债价格 美债殖利率 它都已经充分反映了 联准会会降息四到五码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以短线上来讲 你持有美债ETF 你持有美债相关的一些商品 我会比较建议短线上 可以先获利一趟 就这么简单 因为它反映的太超过了 懂了吧 好 那我们既然说 从美债的角度已经确定说 市场就是在反映经济衰退 那我就跟大家说 好 既然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们能够确定两件事 两件事 台股大暴跌 因为市场提前反映了经济衰退 没错 提前反映经济衰退 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第二点可以确定的 个股严重超跌 很多股票都已经跌得太夸张了 台积电红海联发科广达 双红旗红创意四星 文贸环球金中美金元泰 这些都已经跌得太夸张了 这些我跟你讲 当大盘直稳 当市场确定说经济不会衰退 它一定会涨回来 我跟你讲一定会涨回来 因为那个已经反应过头了 因为说现在的市场情绪就是这样 我就是认定你经济会衰退 那你经济衰退 企业的获利就会被下修 既然会被下修 你股价的合理价就会降低 所以我先杀了再说 那我昨天就讲嘛 好 那现在整个市场都认为说 你经济会衰退 那如果接下来的数据显示出来 经济没有衰退啊 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怎么办 当然就是涨回来啊 你说人家经济衰退 台股跌了3000点 那如果最后事实证明 经济没有衰退 你这3000点是不是就要涨回来 没有错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 就是说 你去了解里面的逻辑 其实没有这么恐慌啦 加权指数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说其实在季线之间 因为刚刚好 好那起跌点 就大概是在季线之下 季线之下不用去杀低 再怎么样 不管市场信心再怎么糟糕 只要确定经济没有衰退 他一定要回到季线 因为这3000点就是多跌的嘛 如果确定说啊 经济没有衰退 不需要还给公 还给人家公道吗 是不是 3000点还是该涨 所以我就说 其实说在这个时间点进场 去买一些股票 分批布局一些股票 它的CP值真的很高 低风险而且又高报酬 好那重点来了 你说接下来台股是不是就是一路的V转向上 不是这样 我就跟大家说嘛 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就是 市场担心经济会衰退 那台股要出现V型反转 直接过高往上攻的条件只有一项 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疑虑要解除掉 好那说经济衰退疑虑要怎么解除 第一靠经济数据来证明 第二靠联准会来出手 就这两件事 那有些人说联准会会不会紧急降息 大幅度的紧急降息 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 因为如果联储会紧急降息 这反而会造成市场的恐慌 说你这是一定是你看到的什么经济很 很夸张的状况你才要紧急降息 我觉得这几率比较低 那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在8月22号 Jackson Hall全球央行年会 因为就顺水推舟嘛 全球央行年会我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我们就预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合情合理 也不会让市场有这种恐慌跟急迫感 没有错嘛 所以我就帮大家统整出一个结论 来你看 接下来因为说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件事 提前反应经济衰退 就这样 而且我就跟大家说嘛 其实说不论台股也好 还是说日本股市也好 韩国股市也好 这两天的跌点 它是已经直接反应到美国就是经济衰退 它已经把这件事情全部都反应在股价上面了 不然为什么两天会跌掉3000点 是吧 巴菲特卖个苹果两天跌3000点 不可能啊 还是说GB200的良率不好 两天跌3000点 也不合理啊 一定就是直接反应到经济衰退嘛 所以就是说股价已经反应过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接下来状况就是这样 经济数据 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只要优于市场预期就会大涨 就像今天的台股 有没有 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啊 只要经济数据优于市场预期 隔天就是大涨 昨天的ISM服务业指数优于预期 今天台股就大涨 单日涨点还创下历史新高 没错嘛 那如果说经济数据差低于市场预期 它就会小跌 为什么它只会小跌 不是说不会跌哦 它会小跌 但是跌的幅度不会到太大 因为它就反应过了嘛 市场在这两天 这3000点 它就是在反应经济衰退 那既然经济衰退都已经反应过了 出来的经济数据不好 顶多就是在小跌 在震荡一下 因为最差的状况 都已经反应完毕了 没有错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说这样一连串的逻辑 就是你要了解里面的逻辑 了解整个市场在干嘛 你就会知道 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去注意 什么样的状况 注意什么样的事件 甚至说回到操作面上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是不是 好所以简单做个结论 就是说 接下来到8月22号以前 为什么我说8月22 因为8月22号有全球央行年会 这个时候 鲍尔他就能够顺水推 说我们本来在年初就有制定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我故意挑在全球央行年会 才把它释放出来 有没有 听起来就好多了 这些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美国景气不会衰退 经济也不会衰退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你现在匆匆忙忙提 我现在要赶快降息 我跟你讲市场绝对吓死 直接再来个1000点 所以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在8月22号 会出现关键转折 那在8月22号之前你说都不会涨吗 倒也不是 而是震荡走高 就像我讲的 接下来经济数据只要好就大涨 经济数据只要不好 它就是小跌 那大涨小跌大涨小跌 它就会形成震荡走高的格局 就这么简单 所以完整的逻辑 我已经帮大家规划出来了 3000点的下跌 反映了经济衰退 所以接下来就是震荡走高 直到8月22号 释出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利多 比较关键性的财政政策 台股就会往上喷 就是它就会很流畅的往上走了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了解里面的逻辑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说很多的股票 现在就要买 真的现在要去买 不是说现在买就一定会是低点 但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低位阶 你要一直等最低点最低点 我跟你讲到最后 你还是会等到它转强才买 是不是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现在地板一堆钻石 真的一堆钻石 你现在去买 用囤货的概念 等到大盘整个指纹 上去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今天不建议大动作的进场去买股票 就是说可以买 但是你不要说我今天就马上all in进场去买 因为礼拜五可能还会跌 真的礼拜五可能还会跌 因为在礼拜四美国要公布这个美国要公布单周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那因为说上礼拜公布的人数是不好的 那预计这礼拜单周出领失业率的人数可能也会比市场预期的高 那只要比市场预期的高 来看一下我写什么 单周出领失业金的人数如果不好 就叫做经济数据差 经济数据差就会小跌 小跌可能说跌个300点400点500点 这都叫小跌 比起1800点都叫小跌了 懂了吧 它就叫震荡 所以我跟你说 我昨天没有买到 我昨天不敢买 我昨天整个市场氛围 我不敢大波进场 没关系 接下来一定还有机会 那下一次的机会就在礼拜五 所以我跟你说 接下来的节奏我们要掌握的比较好一点点 而我们的逻辑跟策略就是这样 当有什么重要经济数据公布之前 应该说我们的买点 就一律就是放在经济数据公布过后的下跌 举例 如果说这礼拜四的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真的高于市场预期 礼拜五跌 礼拜五我们就去买 只要经济数据不好的隔天 我们就去买 就是这样 那只要说有一个经济数据好 他就马上大涨起来 这就是现在最好最完美的策略 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我才是跟大家说 其实说 比起说指数的涨跌 看一下 比起说指数涨跌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市场的逻辑 就是说你要知道他的反应什么 他在干嘛 你才能制定出接下来的操作策略 就是这样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其实说美元 美债黄金原有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比较大的压力点 还是在于VIX 恐慌指数这个部分 带大家看一下 还是稍微的偏高 那以美国股市来讲 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逻辑很简单 因为说以美国股市来讲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美国投资人跟一些美国投资机构 比较习惯看的均线 反而不是什么半年线跟年线 反而是200日的MA 就跟他们节日有关系 他们如果说扣掉像是说圣诞节等等的 扣一扣大概是200个交易制 所以以美国人习惯他们是比较 会把200日视为是一个很强力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的NASDAQ S&P500 200日是红色这一条 S&P500 废半指数 能不能快速的手稳200日 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这部分就特别去留意一下 所以回到台股来看 其实就像我讲的 反攻的第一天一定是买全值股 所以我在这礼拜你看 这礼拜有没有冠军选股 说老师你参加这个选股比赛 第一档选台积电有什么毛病 台积电涨停板 真的涨停板 差一档涨停板 结果上礼拜我就预期到说 这礼拜大盘会强弹 只是说礼拜一算多跌的啦 就是说没想到反应会这么的剧烈 这出乎意料 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 就算反应比较剧烈 大盘还是会强弹 当大盘强弹 涨点还是会落在台积电身上 2330的台积电 有没有 非常强吧 接近了涨停板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在这个时间 其实很多的好股票 真的可以去做低阶 就是不要担心说 买了会再震荡 会再有低点 我们就以这种 低位阶的区间下去做观察 就是以台积电来讲 来我们看一下 就像我跟大家强调的 以大方向来讲 1000元以下 900元以下 都是一个便宜的买点 那当然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像是说鸿海 200元以下很便宜 连台积电1000元以下 都叫便宜 但节目上给的是一个大方向 大方向 那实际我带会员是买在什么点位 这就是我们会员的权益 我当然不会说1000买 950买900买850买800也买 当然不是这样 而是说抓到一个 我认为说CP值最高 风险报酬比最漂亮的点位 带我们的会员去买进 一定是这样 那只是说以大方向来讲 我觉得说1900 800 都是一个便宜的价位 只是说你可能说等待期 跟你的风险报酬比 会有所落差 就是这样 所以台积电 来看一下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以最坏的状况来看嘛 好景气筛退好了啦 美国景气衰退 难道美国景气衰退 回答Intel AMD Apple就不要买3奈米了吗 是不是 你难道就不买3奈米了吗 你不买没关系啊 你去跟三星买啊 去跟三星买 10片里面有3片不能用 你去买啊 是不是 就是这个逻辑啊 所以终究他还是得选择 量率够高的台积电 所以我才说台积电的获利要被下修 我觉得这个难度很高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如果说我这样说 假设说台积电的获利被下修 灰达Apple NVIDIA AMD 这些大型科技我获利通通都跟着一起被下修了 好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涨停版 那我就说你就算在上礼拜五买 本周已买 甚至说你说今天买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啦 就是一个长线的趋势嘛 这买点什么点位都没问题啦 甚至说更好的策略 这里买 甚至说你在这个位置买也可以 这里买这里买这里买 跳空起来再买 我都觉得OK 他就是在一个便宜的价位底下 就是说只要说市场信心确定恢复稳定了 慢慢反应 早晚还是会见到1000元的价格 那鸿海 鸿海也是一样 就像我讲的 其实说鸿海就是鸿海目前的本益比 如果说等整个市场情绪回温 整个市场情绪慢慢平复 慢慢冷静 鸿海他目前在2025的预估获利是14块 今天最低跌到160 他的本益比已经又掉到了11到12倍 这种价位到底 到底有什么好不敢买的 到底该怎么输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说鸿海也是一样啦 你说昨天买上礼拜五买上礼拜四买 我觉得都OK 都没有问题 反正长线的大趋势 他都是在一个便宜的价位以下 都没有问题 所以鸿海持续看好 那包含像其他的 全职股也是一样 就像以联发客来讲好了 你说联发客最近有没有遇到利空 有 他有遇到消费性电子的利空 他有遇到高通手机出货比较慢的利空 但是就像我讲的嘛 联发客他毕竟也是高线旗舰机种的龙头 他在今年预估获利至少也赚60块 赚60块 60块我们给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本益比20倍就好 1200元 还是要有1200元吧 结果昨天跌掉了不到1000元 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 有没有 这些我们昨天早上都有跟大家强调了 研发客2382的广达 广达也是一样 就是说以广达整体的获利来看300元以下都不贵 甚至我就说最简单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反正说我手上的股票要不要杀低 我到什么样的点位我需要去换股 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像我刚刚讲的来你看 我就说大盘在这两根这算是多跌的 就是市场在反映经济衰退 如果说经济没有衰退 他就一定要涨回3000点 所以我们可以用相同逻辑套用到个股上面 就是说在这礼拜 从上礼拜五开始 这三天的下跌 你说我不确定到哪里应该要换股 或者说到哪里 他会是一个超跌的价位 我们可以去抓这三天 至少可以等到他涨回到这三天 要转换再来转换 就是说近三天的下跌 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超跌 误杀超跌随便乱砍 都可以这样去砍 包括像是说全职股 联发科这些都是可以用这样的逻辑 或者说贵买指出的全职股 环球晶也是一样 你看这几天的跌幅反而是比较轻 因为说如果像是说OTC OTC即将因为说今天还是比较弱 那如果说接下来大盘涨完了 要轮到OTC贵买指出反攻的话 先拉谁 加全指出会先拉台积电 先拉鸿海先拉广达联发科 贵买指出先拉谁 贵买指出就是会先拉元太 环球晶世界先进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权重的逻辑 所以环球晶虽然说我觉得成熟制程复苏期会比较慢 环球晶要创高的几率目前看也是比较低 可能说要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不论怎么讲跌到这里我觉得他还是超跌了 还有像说8069的元太也是一样 身为贵买指出最大全指股贵买指出要拉要涨 靠的也会是他 还有像是5347的世界先进也是一样 世界先进也是大概第三大全指股左右 所以当贵买指出要涨世界先进也跑不掉 这些我都觉得是可以去切入的一些好公司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反正我们就是用这样还是一样 回归到我们法人的评价 外资投信主力大户中十户 大家用了评价方式 股价处于未来的预估获利 未来一年的预估获利 只要预估本益比低于20倍就叫便宜 只要低于15倍就叫做超便宜 已经是超跌了 低于10倍就不用讲了 闭着眼睛就买下去就这样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好股票大特价减钻石真的趁现在 真的没有开玩笑减钻石就是趁现在 因为你一定要去想这个逻辑 如果市场发现了 美国经济没有要衰退 或是说联储会出手了 让市场知道说 美国经济不会衰退 因为有我们在保护 我跟你讲一定会涨回来 因为这就叫多跌的 所以把握机会你说不知道怎么买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么处理 打电话进来或私讯我们的LINE 小老鼠WE178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档表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嘛 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去看台股 要了解台股 先了解国际股市 国际股市的逻辑在干嘛 你就能够套用到台股上面 因为台股本来就算新兴市场 它没有什么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整个国际股市有什么变化 才会连带的拖累到台股 台股是被拖着走 所以其实说 就是有时候会花比较多时间看美股 看一些国际商品 目的还是要帮大家 把台股看得更清晰 就这样 因为当你看了越广 你回来看台股 你会说发现这个逻辑原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波台股的下跌 你就记住一个重点 市场就是在担心经济衰退 那只要市场确定了 经济不会衰退 经济衰退是有解的 它就一定会涨回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好股票它大特价减钻石就趁现在 尤其是你去看 本周台积电 这个就是一个行情规划 为什么我每次选什么台积电 因为我知道这礼拜会强坛 既然会强坛 首选就是台积电 就这么简单 所以台积电 包含像是比较偏向受惠日元升值的 侨服1540 本周相对也是强势 有没有 相对也就是强势 大盘跌1800点 昨天奖金涨平板 相对都是强势 那后面三档自己加入去看 这三档 你一定敢买 自己看 自己加入去看 所以简单再带大家看一些股票 包含像是3443的创意 好以创意来讲 它也是来 就是说多重的利空 全部参杂在一起 跌到1000元以下 甚至900元以下 真的是委屈了啦 那包含像是3661的 市新也是 跌破了2000元 这个股价也是委屈了 但是我觉得说 以整个IP产业来讲 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它股本很轻 所以上去速度会很快 我还是拿这个例子跟大家讲 就是说当时飞腾的事件 已经很久了 2021 当时候飞腾事件 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就跟大家说 它因为说飞腾事件的影响 那结果 这里 这个位置 结果它跌的幅度是比较重一点点 连续5到6根跌停板 结果跌下来之后 没多久 又涨回到了起跌点 跟它的1000元之上 原因就在于说 IP的股本清 而且它的技术门槛也高 所以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甚至包含像6643的元金 6643的M31也是 也是一样 目前到这个价位都有点超跌了 甚至说刚刚提到的 就顺便讲元金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在之前 它是被川普的政策影响到 那当整个市场回复平静 整个市场回复理性 目前位阶都还是很低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一个 先后顺序 从大盘反攻的一开始 我们一定是先去看 比较偏向全职系列的 元太 环球金 甚至说五四八三 总美金 这也是全职系列的 还有像是世界前进 这些都是贵买里面的全职股 那其他的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广达 这些大股票涨完之后 就会开始轮到中小型股股涨 我就跟大家说嘛 齐宏叠得非常漂亮 这一波这样叠下来 我觉得差不多打到五折有了啦 齐宏差不多打到五折有了 还没进场我还没进场 就是说去看一个再更漂亮的买点 3324的双红 这些都是我的观察标的 但是我不会随便就贸然进场 双红也是今天在破底 这些都底得很漂亮 2059的穿湖 今天也收下眼线了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时间 真的说这类型的好股票真的一大堆 打五折的啦 打六折的啦 甚至有些人打到四折了 这种真的就是低风险高报酬 所以把握机会 不知道买哪些股票 打电话进来 或失去我们的Lite 小老鼠WE178 Wi178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下加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i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